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继续讲 T12页 T11页里面讲到说,如厕所之虫 厕所之虫就是蛆嘛,对不对 蛆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一直到去年才知道 什么是蛆呢? 当然知道,你就知道那个是厕所里面那个小小那个 然后钻了钻去软软的那个虫,对不对 可这虫从哪来着啊? 好,我是看那个 那种Discover Nature那种影片 他说,这个虫 在这种区域当然是吃那个粪便嘛 然后等到时间到了以后 它成熟了 成熟变成什么,你知道吗? 是苍蝇 所以蛆是苍蝇的幼虫 所以 然后这个苍蝇 就 在这个蛆吃的粪便 或者不一定吃粪便 有那个死狮也是啊 所有的死狮都会生蛆 反正就是臭的东西就对了 那它成熟了以后 就长出翅膀一样 就好像 好像那个蛾一样,对不对 长出翅膀,然后飞走了 飞走以后,然后就去求生了 那它那个爪甲 都有很多脏的东西嘛 所以会令人生病嘛 那 而且 这个 这个苍蝇 它 它 离开那个臭碎的地方 糞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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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觉得非常的灵敏 这远在一英里以外的那个死狮 或是有厕所 它都可以闻得到 然后闻到以后 它 它就会飞到那里去干什么 下蛋 下蛋以后 那个蛋 它一下卵 下了很多 然后就会 由那个卵就生出 变成蛆 然后 驱长大了 驱 这个 这个 吃那个 那个 大便 或是死狮 吃饱了 然后吃得长大了 又成熟了 又变成苍蝇 所以你就知道 这苍蝇是 是很脏 很可怕 所以我虽然从小学 就知道说 什么驱啊 决绝啊 什么 但是 一直到去年 前年吧 61岁才知道 什么叫驱 花了我一甲子的时间 好 往下看 还没完 所以我刚刚讲说 你看看 我们现在讲这个 第一个 赫五欲 对不对 就行禅 你所有的都准备好 所有的那个 内外的事情都准备好 然后开始要 赫五欲 所以 我就说 这个打坐 不是像一般说 我知道腿怎么盘 然后一盘上腿 然后就打坐 不是这么回事 那 好 你可以盘腿 可以坐 但是你可以有坐 而无禅 你只是坐 但是不是坐禅 那你说 那你客气一点 就想到你是静坐 可以了 但是就不是坐禅 所以有坐而无禅 是可以 是会的 会这样子的 但多半是这样子 但是 反过来讲 禅 就 分两个 禅 不一定要做 而且 禅 不应该 只是做 也就是说 这个禅 禅 应该体现在 行住坐卧 都应该有禅 才是真正的禅 那你只有坐才有禅 那就 还不是真正的 完全达到的 那什么叫禅呢 禅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 色心叫禅 也就是说 你行禅的时候 色心不乱 就禅 那或者 那这个 也就是说 你如果 打错的时候 坐在那边胡思乱想 那就不叫行禅了 对不对 不能够色心 所以色心明禅 第一个是色心 第二个呢 绝了明禅 第一个要色心 第二个要绝了 那这个绝了又绝好多种 主要讲 可以 讲的是一个 绝身 绝心 绝法 绝性 你绝了自己的身 那 明明白白 就是所谓的身念处 那 那 那 不一定说要 这个 说绝身不净 不一定说要观身 说不净 不一定要不净 而你就要觉知自己这个身 实施 觉知 这就是我 我有这个身 这觉身 就是 去掉那个观身不净 那个 那个转折 就当下直接的就是绝那个身 这样 绝那个身 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最 最朴实的 但是也是最难的 你要观身不净的话 恐怕还容易一点 对不对 那你要当下观那个身 只观那个身 就这样子 然后明明白的绝了 这反而难 对 不过你 借着那个观身不净 就可以 如果你一开始没办法 直接就觉自己的身 那先观身不净 那借着这个 比较稍微曲折一点的 再把它 带回来 那 观身不净 它可以说是比较偷向的思维 对不对 但是 观 只是觉这个身呢 是比较具象 因为很具体嘛 对不对 但是很具体啊 本来是比较好做 应该比较好做 应该比较好做 可是 这个很诡诀啊 你有没有去想 当你不去静坐的时候 你说 什么是你的身 这就是我的身 对不对 很清楚嘛 对不对 看着这就是我的身 还是没什么问题啊 可是你真的要去 觉自己的身的时候 诶 反而很奇怪 就变得很难了 本来是很具体啊 本来是很具体啊 法非常抽象的 有没有感觉 听懂我意思啊 这样 但是你就是要这样去觉自己的身 然后实时 觉知自己自身的存在 这个就有点跟那个存在主义的 它那种味道有点类似 决生存在 为什么 因为我们99.99%的人 都忘掉我这个自身存在 你这个生命一百年里面 有一天有十分钟觉得自身存在 就已经很了不起 多半都忘掉了 而只是什么 忘掉了有这个自身 那只是用这个自身 去吃饭 穿衣 打电脑 然后 来自于种种追求 所谓的伟大的目标跟理想 但是都忘掉了这个身体 这样的吗 所以现在就是要撇开 所有一切的外物 一切的身体的一切的功能作用 然后只是观那个身存在 这样 所以是 这个有点像坛中所说的 赤裸裸 就是赤裸裸 你就观那个自身 离于一切 不异于一切 而赤裸裸的存在 那赤裸裸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清清清静静静 清清静静 清清静静 无所依 无所 早 无所挂碍 这样子 当下的存在 乃至于没有依任何的抽象的思维 自身的存在 所以 绝了 绝生 这很难 那绝生已经够难了 接着 绝心 绝了自己的心 你能够绝了自己的心 那就接近开悟了 对不对 然后 绝了自己的心以后 接着绝法 绝心的话是绝一切法的总源 因为心是变现一切法的源头嘛 所以绝一切法的总源 就绝心 然后 接着再绝法 这个法是所有的一切法 当然 不去攀缘 只在现前的 自身中的四大理念 四大五蕴 去绝了 乃至于心 心所法 这些都是法 那么 去绝了 所以这个是 绝心的话算是总相的 绝 一切法的总源头的一个总相的觉知 那绝法的话算是别相的 然后最后 绝性呢 从心到性 因为心是无常的 性是真常的 但是你绝了自心以后 然后 你等到决性的话 那就真正是开悟了 你能够觉悟自己的自性 当然 你开始的时候 你就是 只是一心的去努力的去 往自己内生里面的探求 所以叫做内观 那观就是绝了 观了 才能绝 但是绝有初有续 从最初的那个绝 一直到开悟的那种绝 也都是绝 接着 从七十一页 七十一页后面 七十一页的第二行 生臭如死是 就是那个继子的第二行 九孔流不尽 如特从乐愤 愚人生无异 智者因观生 不贪婪是乐 无泪无所欲 世民真虐般 如诸佛所说 一心一意行 蜀习再禅定 世民行头头 那么 接着讲那个四文 凡夫众生 从无量劫以来 常常都处在这个六道轮回之中 生死不能断绝 这是原因的意思 这原因就是 是因为贪早五欲 四号五味 当之五欲虽然是沉浸 而别有种滋味 凡夫众生 若藏之后 极难弃舍 事观世人 何者不贪可爱之舍 就是世人之中 哪一个人能够不贪爱可爱可乐的舍呢 可听好听的声音呢 以及可嗅可长 就好嗅好长的香跟味呢 因为贪恋五欲之味 所以令生死不能断绝 正如养冤入秋种 虚受诸辛苦 就是 那 屠受劳碌奔破而已 就是 这冤就是 刚刚讲冤家 你长养 养的冤家 我们讲说 其妙处甲破的意思一样 然 告诉第二行 然贪污欲之人 生臭如死尸 九孔就常常留着不净的东西 譬如说 眼睛有眼垢 眼睛有眼垢 我们台湾话 国语也是啊 就 眼死对不对 是 晒啊 所以 眼是 眼死 鼻是鼻死 耳是耳死 都是跟大便一样 那 那 那 鼻死鼻涕 大小粪便啊 藏流不净 那 如厕所里面的铜啊 的那个蛆 于分中游戏快乐 哇 这个讲得很好 那个蛆虫在分中游戏快乐 哇好棒好棒啊 那接着又有一个人进来了 然后又放了一些枝养物下来 哇今天又加菜了 哇今天又加菜了 人之 摊着五欲 亦复如是 所以又摊着了一个五欲 就好像那个厕所的丛屋里面 那 因为又有一个 有一个 来宾 来 放了一些礼物下来 所以又加菜了 那 以其看不透 看不 看不破 视不透 所以说是愚人生无欲 那 当之 所以 那你说那个 蛆虫 如何能看得 看得破 视得透 对不对 好 所以同样 凡夫也是一样 对五欲 多多欲善啊 哪有说看得透 故云 愚人生无矣 当之我人自身 万念观之 婉然 是一个清静之情 其实呢 是臭惠不堪的 正如 一枚花瓶中 藏珠奋碎 所以说 一枝很漂亮的花瓶啊 但里面装的 是很脏的东西 那 一旦瓶破壳穿 则 诸碎物 亦留于外 厌之不及已 那 智者应该观察 所以他那个 美丽的花瓶 是比喻我们的身体啦 那我们身体里面装的 都是脏臭的东西 智者应当观察 以智慧来观察 身心不可贪着 如果在世间之乐 无累无所欲 没有拖累 没有贪欲的话呢 如是得无挂爱 无怪就没有恐怖 没有恐怖就能够远离颠倒梦想 这个叫做真灭般 也就是清静的实相 也可以说是不生不灭 意思是我们的自信 清静心 就是不生不灭 因我人之自心终日妄想 分飞 生灭不停 所谓转极境而为妄动 将不生灭而生灭 将不生灭而把它变成生灭 而变成生灭 这个将是把的意思 把不生灭的东西 转成生灭 于是呢 则与本有之清静灭般 非悖而悖 本来是不违背的 不相悖的 现在却互相违背了 所以应该知道 就好像十方三世诸佛所说的 想要舍迷途而登绝案 转烦恼而入正轨 应该远弃无欲 收射六根 无他只需一心一意而行 这无他就没有别的方法 无他是没有别的方法 你只需一心一意地去做 做什么呢 内收射于六根 外不攀断六成 所以就是收射六根 不攀六成 专心一意 阿纳波那 阿纳波那就是官出入席 官出入席 数出数入,从一到十 从十到一 由十到一 久而久之呢 这妄念就自然能够皈依 自心也就能够清净 这样就是能够入于谈定 自得名为投手精神,行头头行 所以这 离五欲到这里就讲完了 那么接着 或是贺五欲 之所以不讲说离五欲的原因 也就是说 因为离欲是圣者的境界 所以凡夫是没有办法离的 所以只能贺责 然后令他 威力不要那么大 不要被他害 然后不要被他引诱 所以贺责 所以自得大师用这个贺字很好 不是离欲 因为离欲就变成阿罗汉 所以凡夫开始才修行而已 没办法离欲 只是贺欲这样子而已 这个贺字还表现了一个什么字 表现了一个价值观 什么价值观呢 表示说这个欲是不可乐不可欲的 是不能去追求 而是应该贺赐责的 就要像一个坏孩子一样 必须要贺责 不能 不能宠爱他 不能溺爱他 不能重任他 就要像一个孩子一样 坏孩子 你不能宠爱溺爱 纵容 然后让他放逸放肆 所以同样贺五欲也是一样 五欲你不能纵容 不能放肆他 不能溺恋他 贪恋于他 好 然后贺五欲完了 接着就弃无盖 这就更进一步修行 更进一步修行 这个 这一个等于是 这个习禅的一个分水灵 贺五欲 是 你在习禅 在坐禅之前 就要做 但坐禅之后 还继续要做 但是 气五欲 通常是 从坐禅 开始做 你还没有坐禅之前 你没有办法做 所谓的气五欲 只有开始坐禅才有气五欲这件事情 而且当然 也跟贺五欲一样 自从坐禅开始以后 你开始气五欲 等不坐的时候 还是要继续气五欲 但是他的开始 就是 是坐禅开始 你有真正开始有坐禅的这个动作了 正修禅定 可以怎么说 正修禅定的时候 正修禅定的时候 才开始做这个 气五欲的功夫 那 前面讲的 贺五欲呢 是 习禅的前行 还没有习禅之前 就应该要先贺五欲 这样 所以 叫贺五欲 然后贺五欲 为了要 开始下一步 正式开始修禅 正式开始席禅 正式开始席禅 正式开始席禅的时候 就会碰到这个五欲的问题了 那 这个席禅以后 正式席禅以后 这个五欲齁 会盖得你 昏头脏脑的 会盖得你 去盖第三 其十三也 所言 去盖者 为五盖也 这里所说的 这个 舍弃五盖啊 舍弃的盖是指 舍弃五盖 第一个 气贪欲盖 前说外五尘中生欲 前 就前面了 前面说外五尘 应该叫一个对子 对外五尘中 生就是所生 所生的欲 那么 今曰 内一根中 所生欲 这个曰是什么意思啊 你常常看这个 文章里面 四经文里面 都有这个曰字 这个你查不到的 这字典也没有 那古代大德 他就用出来 也没解释 对不对 那 我试着给他解释一下 约的意思是这意思 以什么什么而言 以什么什么而言 或是就什么什么而言 今曰 前面是说对外五尘所生的贪欲 那么 现在呢 则是以内生一根中所生起的欲 来说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前面所说的欲 前面所说的五欲 是有外在的这个五层引起你的欲望 那么 现在所说的呢 是没有前进 没有前面的五层 没有前进 而你自身 自心里面自己生出欲望 那种 没有五层最近的内心单独的欲望 也就是说 你虽然前面没有美色 但是你心里面会有欲望起来 那种欲望就是一根中的欲望 那么就是心里面自己所产生 自己产生的欲望 外面没有诱惑的 那么这种欲望 那这种叫做盖 那前面那个叫做欲 那现在的这种欲呢叫做盖 这种盖是不需要有前进的 所以现在就更加的细了 对不对 前面是因为有外层 产生欲望 现在没有外层 你自己的欲跟中 由于夜袭力 以及妄想 欲想分别 而产生欲望 那这种欲望 就是现在所说的盖 就是欲盖 这样什么 那这种欲呢 这种欲盖是不需要别人引诱你的 让你自己产生来 然后但是自己产生 又会把自己的智慧光明 然后清静给盖住 所以叫做欲盖 这样的吗 那简单的说 前面的欲盖呢 是有外境的无欲 现在的欲盖呢 是没有外境的欲望 这样的话 自心中 自心腺欲盖 自心腺欲 刚刚讲过自心腺嘛 自心腺欲 叫做盖 叫做欲盖 对五层境的欲 才叫做五层 就不叫盖了 好 为行者端坐修禅 心生欲绝 那也就是说 当这个行者修习禅的人啊 他端坐而修禅的时候呢 心生欲绝 自己自心中就生出欲的那种 这个觉不是觉悟的那个觉 而是那种觉受的觉 感觉的觉 一种觉受 然后念念相续 这样 觉 意念 把它解释成意念 生出欲的意念 这个觉是意念的意思 那有这种觉 有这种欲望的念头啊 就念念相续 一产生起来的时候 然后就他就不断了 他就一直 每一秒钟都一直在相续 而覆盖善心 因此这个欲望欲念啊 欲望的念头啊 会覆盖 因为他会覆盖你的善心 什么是善心呢 善心就是 你要看到五位百合法表啊 那里面的善 善 所有的善啊 善有十一种啊 信、惭愧 这个 念尽惠 这些都是 都是 善啊 信、惭愧 然后这个 不贪、不吞、不吃等等 这些 那都叫做善 乃至于 清静心 也叫善 乃至于 就善心 乃至于 绝了的心 相对于 这个 妄想心 那这都叫善心 那那个 欲盖呢 会把你这个 善心给覆盖住了 而令不伸张 令这个善心的 心、心所法 不能伸张 那么 这个叫做欲盖 那 那 决以阴气 你 这个是指说 劝说 劝说这个行者 如果已经决了以后 这个决是真正的决 你如果决了 决了说 啊 我有这个 欲盖 产生 那就应该马上把它抛弃 抛弃这个盖子 这样 看那个 诗文 前来 巨五元 贺五玉 二章已定 前面 啊 所讲的巨五元 跟贺五玉 这两章 已经讲完了 今第三章 呃 明气五盖 来说明这个气五盖 所说的五盖呢 是指 贪欲 称慧 睡眠 吊毁 就是 贪、吞、睡、吊、鱼 但是这个吊不是吊取 而是吊毁 这唯一的不同 贪、吞、睡、吊、鱼 这五个 称为五盖 为什么? 因为这五法 这五种法 能够盖附 我们自信的清净心 所以叫做 盖 前贺五玉 得外臣不入 今气五盖 得内心不弃 前面所说的贺五玉啊 是外臣 因为贺五玉 五玉是嘛 射受外臣进来 对不对 所以 既然贺五玉呢 外臣就不会进入我的内心 所以说 外面就没有敌人 没有敌人来犯 敌人就指五成 没有敌人来侵入 但是 虽然没有敌人来侵入 可是我自己国中自己内乱 五盖就是国中自己内乱 没有敌人自己内乱 叫做盖 那么 丁弃五盖 就内心就不起了 那如果说 弃了五盖 这个内心就不乱了 不会自己乱了 如是得异地清净 那这样子的话 就 这个 异地就是心地了 这个心地啊 就 因为 也没有内乱 也没有外患 所以 他就清净了 那清净 刊主盗戚 那么 清净了以后就可以 这个成为盗戚了 因为盗戚要除盗法 所以 盗的这个甘露啊 所以一定要清净 一气贪欲盖 第一个讲气贪欲盖 前面所说 这贪欲盖啊 是于外五尘中所生的欲 为这五根对五尘而起的贪欲 那么现在 就是 就 内意 内心的一根 自己散 产生的欲念 也就是 对于 虔诚弱穴的影子 转入异地之中 追缘过去 逆律未来 虽不同五根之 攀懒五尘 而内心中 妄念重生 因为追缘前程 则别生一种贪欲 故 故说是 内心中其欲 这一段讲得很好 这要解释这个 弱穴的影子 这是什么 桃子啊 这个心喔 然后 外面有样东西 然后 你的心就 摄取 摄受 然后 摄到心里面去 那 可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在 复刻牌里面 diamond 钻石啊 就 这个心就把这个钻石给 钻进来了 好 所以你心里面就有一颗钻石 二十克拉 可是你那个二十克拉 只是 那个外面的二十克拉的影子而已嘛 是吧 你不可能真正一个 二十克拉的装在里面 装在里面那你就死掉了 那 那 所以 你装进去以后 然后就觉得很营养 对不对 你 就是 美女看钻石啊 就是最销售的啦 然后 然后 这个 可是 真正你 你这个 直取的 截取直取的 是外物的影像 这个 这个钻石 外面钻石的影像 然后 当然你就 因为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copy 对不对 那你就会 任以为实 把它当作是真实的 然后 这一个钻石的影像呢 它是 本来是 捏捏生命 一刹那就没有了 可是 它 捏掉以后 它还有一个残余的印象在里面 残余的印象 本来已经是影子啦 然后 等到这个影子 过去了 那个影子消失了以后 叫做落泻 叫什么 消失了叫落泻 那落泻以后呢 它还有一个模模糊糊 朦朦朦朦朦的影子 所以叫做落泻的影子 这样子吗 比如说 你看这个 大家看一下 看到了吧 把眼睛闭起来 有没有看到 还有看到那支枪 有没有 那就是你的眼睛把我这支枪 吃掉了 就射瘦了 射瘦 然后 射瘦就把这一个 这一个枪的影像 存取了 就enter了这个data了嘛 对不对 存取了 存取但是呢 它跟电脑不一样 它这个 存取了以后 你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好 闭起来 然后 还看到那影像没有 有没有 渐渐模糊掉 有 等到 模糊掉 然后后来就 几乎看不到 对不对 然后看不到 那个叫做落泻的影像 那 那个是 尤其是整个落泻以后 然后 你接着 由于堪着故 努力的去回想 这个叫攀岩 落泻的影像 已经落泻了的 已经消灭的了 本来消灭已经就没有了 对不对 但是 你那个自新有那个意念的功能啊 那个第六意识有意念的功能 你 你开启那个 第六意识的意念功能的这一个软体 然后 就可以 就可以圆取 就把 再把它叫回来 叫出来 所以我们有这个电脑还不错呢 你容易了解这个维世学 然后再把它叫出来 这档案再把它叫出来 本来已经都丢到那个垃圾桶里面了 对不对 再把那个垃圾桶的打开来 找一下 再叫出来 那叫出来 那个叫做意念 然后 也叫做意想分别 因为意 接着要想 就可以想 然后再分别 这叫 所以 潘因元 前五层弱穴的影子 意想分别 然后 而 生出贪欲 这个就是叫做欲盖了 所以我这样解释 你看这个就容易懂了 对不对 这个 五根对五层 前面是五根对五层所起的贪枣 那现在呢 但是内一根中生出欲 也就是说 前五层 你加一个 前五层在自心中 前层啊 前层你加一个五层 加一个五字 前五层在自心中 弱穴的影子 或 或 弱穴你可以 在旁边写一个小字 写 泄滅 就好像花泄掉一样啊 泄滅 所以你看看 我们这个 维持学讲说 这一根 这个一根的力量很强大 非常厉害 它的力量很强大 乃至于可以怎么样呢 洗死回生 已经泄滅了影子 你还可以再把它叫回来 你看看 所以可以起死回生 然后 起死回生以后 你看 即前层落泄的影子 转入异地之中 所以 你 因为那个 落泄的影子 你叫出来 它是在异地 就是在心地 心地里面 而是比较 不是那么表层的 因为你本来 看这里一下 你本来 这个 这外在的东西 外在的物品 物质啊 你 吸收以后 然后 放在你的心上 这个是在你的异地的表面 在你的心 心的表层上 等它灭泄以后 已经下去了 那你 下去 所以你叫出来 但是 你也不能完全叫到 那个 那个意识的层面 你知道吗 这一个 譬如说 这是心 这个是意识 这个是下意识 意识 意识 consciousness 下意识 subconsciousness 所以 你 我们平常这个是 意识的活动 你是 有知有觉的 然后去思维它 那你如果把它叫出来的时候 虽然你叫出来了 它本来泄灭了 没有了 没有这个影像 它泄灭以后 下面就没了 就沉下去 沉下去 再往下挤的时候 就变成夜席了 那么 就是你的夜席力的一部分 那你因为已经泄灭 它以那形象 原来的形象 不见了 你现在再把它 重新再叫出来 重新组合了 那它所显现的 它也不是在意识层面 而是在意 不是意识表层 而是在意识下层 所以它这里讲说 转入异地之中 这就意地之中 这是意地之上 这是意地之中 那么如果用现在的语言就是说 在下意识中 那这下意识的意思是什么 下意识就是表示 你没办法控制 所以我们文学里面的手法讲说 它有一个下意识的 这个抽动的动作 对不对 那就是说它没有办法控制 它是比较 那意识的层面是我们可以 思维可以控制 有清清楚楚的 但下意识的 没办法控制 除非你真正明了自己的自信 心所法的心象 这种种现象 那你明了了 然后渐渐 由于习惨的关系 可以稍微有点控制 但是下意识的行动 它已经是一种很忧隐的那种夜洗力 所以我们这个产生那种 在心里面产生欲盖的时候 那个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对 就有一般人呢 他如果心里面产生这种欲望 没有前进 但是他自己坐在那边 然后没事 产生欲望 那个欲望是很难控制的 所以 这叫做转入异地之中 就是下意识 然后下意识 它把它转入异地之中 然后去攀援过去 已经泄灭的影子 意念思维 然后就追缘过去 一方面追缘过去 另一方面逆立未来 譬如说 你逆立未来就是说 想要将来再去怎么样去 找到这样的东西来满足欲望 不管是异性也好啊 或是其他种种东西也好 那你就会想有做这种打算 那么都是在你那个下意识里面 去进行这个运作 这样的吧 所以这个就 你看 是不是很深沉的这种一种心理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的佛法真是 不了不起 不得了 然后 所以你在冥冥之中 然后有意无意的 下意识之中 你也没办法控制 你就会起一种所谓的欲望 或是企图心 因为你判圆过去的影子 那就会起一种企图心 这就是逆立未来 逆立未来 你会有所打算将来要做什么事情 来满足这一个欲望 那譬如说 行行行 诶 然后 就去看电影去啦 我是去找什么刺激啊 这样的 那就是一个人静静的时候 也没有外沉的时候 然后你就自己 就不思议都起欲了 由于他在 不思议的这种 这个欲根的那个 欲想分别 然后就起欲 虽不同五根的攀懒五成 而内心中妄念重生 因追缘前程 追就是回溯 回溯的去攀缘 这原因是攀缘 攀缘前程 前程就是先前的 这不是面前的 是先前的沉浸 而 特别的生出一种贪欲 所以就称作是内心中起欲 那就是说 并没有前进 而只是 醉意攀缘内沉的影像 为修行者于正身端坐 修谈之时 所谓身体及手足 婉然安 加个定字吧 念起来不顺 婉然安定不动 婉若一个道者 一个修道的人 殊不知 须有其表 这个宝庆大师很有意思 骂人啦 开骂啦 这个 我们坐在那边好像 哦 也有道道安然的样子 我才这么难 对 可是里面怎么打妄想 虚有其表 虽外聚为宜 而内心 胡思乱想 东蠢虚夺 或有可爱之声而欲想 或追忆前人美貌端言而生爱然 如是思量分别 念念相续不断 如爆流水相似 前念后念无有休息 几就是几乎啦 几乎不知自身端作为何物 为何物是为什么 不知道 你们因为坐在那边好像很庄严的样子 心里面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 所以搞了半天坐在那边不知道干什么 我也不晓得 翻过去 七十四页 遂将本具的善心永远沉没 不能生长 此时为修行者的一个大障碍 若觉悟之 如果觉悟了 觉悟什么 觉悟之以在妄想分别 在种种的这个贪欲 生起贪欲啊 然后就能除灭 古人说 不怕念己 只怕觉慈 所以 须找觉悟 宜及弃之 就赶快把这个欲盖给去掉 欲盖 就是自心所生的贪欲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本来发心要讲的 就要讲二十页喔 就讲了三次还没讲二十页 真的不容易 好 回向 愿消三藏诸法脑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对藏其消除 试试咱们行菩萨道